每年的金融市民联合婚礼总是吸引许多新人抢着报名参加 金融市长牛昌今年特别加码扩大开放到50对 不过原本预定6月22号举行的金融市民联合婚礼 却因为国内新冠疫情大爆发而暂缓 让不少新人及家属担心联合婚礼会不会取消 幸好近期疫情趋缓 不但降级解封还放宽室内及户外的农流人数 金融市政府因此宣布 延宕三个月的金融市民联合婚礼 确定在9月29号登场 之前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暂时延期举办 那现在因为疫情稍微已经降到二级 那户外的指引也到300人以内 那我们当时担心因为我们50对新人 如果只有50对新人其实就违反了防疫的规定 就是100人以内的相关规定 那现在大概中央的防疫值已经恢复到300人以内 所以我们决定在9月29号恢复举办市民联合婚礼 那也希望这个报名的市民好朋友也能够如期来举行 我想集团结婚是所有市民非常期待的 特别是结婚是终身大事 也很多新人也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暂缓了这个结婚的这个典礼 我们也从善如流 那希望让这个所有报名的市民的好朋友 所有报名的新人有一个难忘的这个极端结婚的一个记忆 举办地点能维持在修复完成的历史建筑正兵就与会大楼进行 主办的民政处方面表示将做好相关防疫工作 希望让参加的新人与家属能拥有最美好的回忆 这个相关的防疫指引的部分 我们也会按照相关的规定来举办 那所有的防疫措施 我们会让所有新人安心 那所有的管理的保券也能够安心 民政处方面补充表示 相关的贺礼及二十组游轮礼等奖品都维持不变 还有免费的婚纱照拍摄 希望让新人们以最美的姿态迎接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